我们要山山摘野狮子去了 在山上有野猪 得拿棍子防备 碰到野猪可就麻烦了 野猪攻击性非常强 上山的路虽然不好走 看上面的狮子好吃呀 美味 野猪吃的 吃的南瓜 多大嘴叶 这边还有 野猪吃过的南瓜 多一点东西的 所以说现在山上的野猪很猖狂 就有野猪 你说农民好不容易种点粮食 都被他给糟蹋了 我们家前几天种的红薯 都被野猪吃了 走吧 看 狮子树到了 看到吗 这些圈都是 我先给大家粘一个尝尝啊 看来怎么样 哇 这个熟透了 你看 看到吗 尝一口 嗯 太甜了 这些 没啥说山上的柿子好吃呢 因为阳光充足 特别甜 哎呀 哈哈 适适如意 快 来 可以 可以 好了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吗 不少了 你看 多少了 现在回去吃不完都浪费 看 一篮子 收获满满 回家 吃柿子火锅炒柿子 这是在篮旁边 这还有一部分柿子没熟透 我们今天把它篮一下 其实篮柿子的方法有很多种 今天我们用一个又快速又简单的方法 底下是50度的温水 然后把这些柿子铺 然后把这些柿子铺在这个柿子上 然后再放上两个泥 好了 盖上盖子 让它捂上一天就可以吃了 剩下这些熟透的柿子 看到吗 我们今天把它做一个柿子火锅吃 先把柿子铺去掉 先把柿子去掉 好了 做锅底去 倒入补汤 哇塞 好香啊 嗯 撒些香菜 柿子火锅我还是第一次吃 应该女生都喜欢吧 我就已经吃了好几次了 这味道绝了 你今天尝尝 有点发甜 不过味道挺好的 涮一下肉 这样吃起来 这味道不一样的味道 是吧 想想点蝎的都是很香 嗯 太爽了 告诉你 秋天的第一顿柿子火锅 一定要吃